秦离法的时候 这个法当然是国法 那么国法是要合理的 那么合理的根据在秦 哇 秦最高 但是诸位知道这个秦是什么秦吗 那个秦叫亲秦 天大地大 父母最大 亲秦叫什么 叫天伦 所以我们的秦不是一般讲的人情 他是讲亲秦 亲秦是天伦 什么叫天伦 老天爷保证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我们没有教堂 我们是在家里面拜拜 一生大事跟祖宗报告 每逢连结一家人 面对祖宗跟他报告 我们如何呈先己后既往开来 不要祖宗保佑 要祖宗安心 我们这一代没有愧对祖宗 我们让祖宗的子孙代代相传 所以这个叫天伦 老天爷保证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所以这个天伦就是天礼 亲情就是天礼 所以当我们讲情的时候等同西方讲的上帝 因为他的法是上帝的法 上帝的实戒 然后万国法从上帝的实戒 作为一个他的法理的依据下来 那我们的情是亲情 亲情是天伦啊 天不是天道吗 他是上帝不是画等号吗 怎么会我们输给西方呢 当代两岸中国人 不要面对西方自己矮了一截 完全不了解自己的祖宗在讲什么 好像对着自己什么都不对 什么都不是 你看原来我们讲的情是亲情 亲存是天礼 天礼是老天爷站出来保证的 跟西方的那个法理的依据 是从上帝的戒律来的 上帝的法是一样的层次 双方都要合理 而理的根据就是天道或上帝 当然在佛教的国度要讲佛陀 在穆斯林的国度要讲真主阿拉 所以请尊重每一个地区的文化的源头 可南经是真理 圣经是真理 佛经是真理 伦宇孟子是真理 老子庄子也是真理 这叫五大教